Fantam 4 Pro机身的前后和底部各配有两个视觉传感器 用于感知障碍物和定位 当你拿到Fantam 4 Pro时 它的传感器已经进行过校准 如果出现异常 DJI GO App会提示我们再次校准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校准方法 开启飞行器 用USB线将飞行器与电脑连接 打开DJI Assistant 2软件 点击右上角用户登录 登录DJI账号后 选择Fantam 4 Pro 点击左侧的校准 根据屏幕上的提示 先进行前式校准 再进行下式校准 最后进行后视校准 操作完成后 飞行器自动开始校准计算 校准完成后 关闭Assistance 2 重启飞行器即可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